大家好,今天分享一个火腿肠好吃的做法 首先把火腿肠的外包装去掉 然后用刀这样斜着划几刀 现在我们配个酱汁,切点葱花 碗中放点辣椒面,芝麻,自然粉,食盐,白糖 放好花椒粉搅匀,搅上热油,积出香味 锅烧热,多倒点食用油 油往五成热,保火腿肠进去炸 中火慢炸,筷子不停地翻动,使其受热均匀 炸至表面焦黄,控油捞出,全程大约4分钟 用竹签穿起来,然后刷上酱汁即可食用 美味的油炸火腿肠就做好了 在家做,简单又美味,吃起来也放心 达人小孩都爱吃,喜欢就给你试试吧 跟着大叔学做菜,让家人开心顾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